那我跟大家介紹一下我自己 然後我叫蕭熙如 大部分朋友都是稱呼我本名 那我現在基本上就是自己的工作室做攝影 我大概做了有八九年左右了 然後都是個人接案 那接案的內容有就是商業形象 那也有寫真 然後也有拍攝藝人寫真 這些都有 再來就是我也有會參加一些比賽 所以如果你其實對什麼事情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去嘗試不同的比賽 縱使你在這一塊不是很在行 但我覺得你就可以去試試看 那我想問一下大家 大家覺得自己什麼時候長大了 我覺得自己開始長大 應該是交男朋友吧 沒有啊 應該是我遇到挫折 對 第一次遇到挫折 然後覺得很嚴重 我不知道怎麼解決的時候 後來慢慢的釋懷 我就覺得自己長大了 那再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叫良知 良知也是我覺得 在成為大人中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其實可以欺騙所有的人 但是你騙不過你的心 這件事情其實講很簡單就是 回歸你的內在 就是你可以騙你爸媽 騙家人騙什麼 但是 但是只有你一個人知道你做了什麼事情 這就是一個事實在那邊 所以這就叫良知 所以 良知是我後來慢慢 成為大了之後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 其實我覺得 嗯 不管是學生還是我們在工作上 我後來領悟到一件事情就是 人脈的重要性 當然你在人脈上面 之前 請先把你的專業 以及跟你的準備先準備好 這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 不然你有了人脈之後 當人家pass東西給你的時候 你是沒辦法去接牢的 或者是你會非常的緊張 其實放棄這件事情 它並不是一件 不好的事情 它其實有些時候是需要很大的勇氣 然後你要學習跟自己和解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嗯 天分好了 有時候天分它是固定的 或者你再怎麼努力 真的就還好 這時候 你是不是可以放棄這件事情 去找別的事情去做 這也是我自己在人生過程中 學會到一件事情 因為天分 它有時候並不是因為你的努力 它就可以達成 但是如果你不努力 那基本上就不用談 但是如果你努力之後發現 我還是沒有辦法做到某個程度 你是不是可以轉個彎 換個方向去做 這樣子 我覺得 現階段最難得可貴的理由就是 我們成為大人後的陪伴 因為你成為大人之後 你可能很忙 你可能不在媽媽身邊 你可能不在爸爸身邊 你可能四處奔波 你可能一年才回家兩次 但是你有沒有記得 其實這個陪伴 反而是我們現在 就是你生命中 其實很少出現的一件事情 包含你對朋友 你對你的家人 甚至對於你對你的家 養的貓啊養的狗這件事情 所以我後來慢慢覺得 陪伴這件事情 是成為大人之後 一件很重要 但是又很難 很難得可貴的事情 所以大家要記住 不要很常滑手機 要記得多多跟你的朋友們 跟家人們聊天 所以就是回歸到人跟人之間的本質 我覺得很重要